我相信說 吃那個東西的時候 讓心臟的東西跑得很快 我都搞得清楚 結果吃完了以後 覺得東西在講話 人家覺得還不錯 然後到別個地方的時候 人家覺得還不錯的東西在講話 慢慢的都提升了東西 但是我的朋友跟我講說 他現在要出來 我說不行 你要再測試 市場再測試 免費送給人家 免費給他測試這塊東西 然後那個高端的時候 你再出來 那塊的東西 真的說實在話 那個點就對了 所以老實在跟各位分享的東西 一個成功的因素 你的品牌 你先不要看那個品牌 是看到你的詞那塊 你有沒有達到那個詞 你再來做品牌那塊 這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那個詞 你沒有一個人才 也沒有情況 各位知道嗎 就像我們今天常常講到 你跟各位分享的東西 就像老實跟各位分享的東西 分享的東西 對我來講 本來是來講話 這對我是一次經驗 但是我第二次分享的時候 我更多的經驗 我成長起來會更快 但是有些人講說 這個東西這是我的什麼 這是我know how 我幹嘛去跟你分享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很多人的人 他大概品質那一塊的 他一直認為我這一塊的 可以吃10年 20年 30年 錯了 如果你只有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建議你不要開店 你也不要成立品牌 因為你的生命週期最多就是 在我們台灣現在目前來講 最多一年兩年了 如果說你能不斷的在update的時候 這一塊的東西 這個才是你真正的成功 不是說我今天在講話 所以我剛才講到 剛才我們本身在卡拉基人講的 專業之外呢 你要不斷的